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有回复 总之一切来得太突然 突然到微博瘫痪 不过网友们除了对俩人破裂的婚姻原因产生好奇之外 对俩人离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毕竟赵丽颖的粉丝早就巧受一判 想让自家姐姐早点远离渣男 而这渣男的名字来得可真不冤枉 因为早在19年迟 网友就已经爆料了关于冯绍峰与成都女大学生的绯闻 当时有网友办料称 当时这位女大学生发布了自己和冯绍峰的约会的日常 她发出来也不是为了炒作 就是简单的分享日常 而且可能怕被人肉 所以故意避开了关键字 还带着一个FSF的字样 但是这位女生发了也很快就刷了 我们还找到了关于这位女大学生解释FSF的含义 居然是发顺风 这牵强又滑稽啊 欲盖弥彰的模样 让人好笑又好气 据悉这位女大学生所在的大学远离市中心 近两小时的车程 也就是说冯绍峰如果和她约会 就要等个两个小时跋山涉水 让女方和自己在酒店里私会 在爆料中的女孩看上去非常年轻 面容较好 比起张丽颖差多了 看得出来小女孩谈恋爱是藏不住喜欢的 只见她常常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 并和朋友一起讨论关于冯绍峰的事情 夸冯绍峰会谈恋爱 不过亮点就是这位女孩基本上都是在记录自己在酒店如何点外卖 吃的是什么外卖宵夜等等 这段恋情看上去就是在房间里度过的 所以好像是这位女孩还曾向朋友爆料 冯绍峰在拍戏归来之后 因为害怕别人发现 所以就让冯绍峰钻进行李箱 然后再让工作人员运进房间 这操作比电影还要些句话 家里放着蓝波西尼和马莎拉蒂 非得在成都三轮小蹦蹦上玩浪漫 真搞不懂现在的娱乐圈只顾着追求刺激 却忘了自己的糟糠之期 我们再来看看冯绍峰的绯闻女友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女孩夸冯绍峰非常会恋爱 并且俩根本就没有确立真正的恋人关系 全都是在暧昧期间 不得不说冯绍峰真的是身在腹中不知腹 赵丽颖那么漂亮又独立的女明星 却要在拍戏的时候勾搭很没气质的路人 真令人感到无奈 你说呢 可赵丽颖的事业真的因为结婚受到影响了吗 回顾赵丽颖演艺的发展经过 我们就会得到答案 赵丽颖2006年进入演艺圈 2011年因为新缓注格格情儿一绝 让观众熟知 但直到2013年 她才凭借陆真传奇以炮而火 还被评为第二年的精英女神 风头一时无二 之后她更是凭借多部影视作品 《姗姗来了》 《花千古》 《楚桥传》等 演艺事业节节攀升 清纯可爱的外表 为她赢得很好的路人员 使她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年轻女演员 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澳门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奖 恒电影视文荣奖最佳女主角奖 两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佳女主角提名等等 这些极具含金量的奖项 她都收入囊中 顺利的挤身一线演员 在投资方面 赵丽颖也非常有头脑 2015年 她以141.87万股 成为海润影视第14大股东 同年她还成为 脏苏稻草雄影业的股东 2016年3月 赵丽颖又以估值 1080万元的股份 成为暴风科技股东 等到10月 她还顺利出任一下科技副总裁 2014年到2017年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收入排行 赵丽颖从第80名 以越成第4名 电视剧电影 综艺 商演 代言 广告等活动 获得的收入 更一度达到了1.9亿元 吸金能力可谓十分卓越 2018年 身处事业高峰的赵丽颖 却突然发布于冯少峰的婚讯 紧接着第二年 又宣布怀孕生子 她不可避免地 减少了影视剧的拍摄 2019年 仅有一部早已拍好的电视剧 知否知否应是绿飞红兽播出 休息了一年 直到2020年 她才再次地付出拍剧 女演员的演艺事业黄金期 总是很短暂 一年多的时间 对于郑丹红的女演员来说 真的是太宝贵 2019年赵丽颖的福布斯榜 就落回到了15位 不过就像赵丽颖 曾用蓄力而非淡出 来形容这段时间的成绩 我希望等我在拍戏的时候 我的领悟和把扣会更好 当我们在2020年 再次看见出现在荧幕上的赵丽颖时 她整个人变得更沉浸优雅 虽然当年的80后 明星商业价值榜上 赵丽颖的名字出现了波动 但也名列第二 曾经她因为出身农村的身份 被很多人递死形象狠土的经历 也一去不复返 她甚至拿下了著名设置品牌 大使资源 时尚资源好到不行 尽管此前她与顶流 王一博合作的古装剧有匪 反响平平 被认为付出不利 可到了2021年 她又再获新浪微博之夜 微博年度实力演员 又再次实力地证明了自己 付出之后 她的名气似乎太受影响 依然像看了卦一样 资源不断 反观冯绍峰那边 婚后的事业才是直线下滑 曾经她因为功的爆红 拥有很多资源 甚至还转战电影圈 现在她就极少地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知否之后 更是一部爆红的电视剧都没有 她还被媒体拍到头发花白 身材发福 面部浮肿 完全不像曾经精致的脸庞 在和赵丽颖的对比下 更显沧桑 似乎过早地成为中年大叔 赵丽颖一直都是坚定的独立女性 也是娱乐圈有名的拼命三娘 婚姻生子 对她来说呀 是人生阅历的丰富 即便面对短暂的人气下滑影响 她也能靠自己的努力 拼命完善自己 获得更多优秀的成就 而伤心敏感的冯绍峰 却可能会就此沉沦 赵丽颖这一次十分坚定而决绝 和之前对冯绍峰的感情相差太大 多半有可能被伤过 而其他网友也评论 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结合现在离婚的结果来看 多半有些可信 但是赵丽颖既然没有透露 还很配合冯绍峰 体面地结束这场感情 我想她也必定有自己的理由 既然两个人已经决定离婚了 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 谁对谁错了 祝福两个人未来都越来越好 赵丽颖是一个非常棒的女演员 未来可期 就像她文案里表达的意思 未来还长 值得期待 离婚总是令人唏嘘 但也该尊重赵丽颖和冯绍峰的选择 希望甜甜的少林 能在未来的日子中 更加发光发亮